从废物利用中 艺术家希望能够滋养出花朵 同时也是一种废图转身术 藉由创作的过程 将内心的情感、想法、体悟、具现化 传达个体的人生经验、省思和关怀 或是作为宣泄的管道 对蔡一伟而言 创作比较像是一段自我关照 探索寻找及成长的历程 同时也是释放能量的出口 蔡一伟认为 创作行为本身是很私密的 把颜料递移到画布 就是一种不断述说与揭示的过程 所以他没办法在别人面前作画 会让他感到不自在 一个人独处时 才可以比较清楚感受到身上所发出的讯息和能量 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 然后再将这些能量释放出去 回到一种舒适的状态 蔡一伟采用照相写实风格来创作 他想要透过竭尽所能的施展技巧 来呈现移植过程的人为误差 即因为时间的流动性 所产生的细微瑕疵 也就是说 照相写实的目的 并非为了呈现技术所能及 而是相反的 要用来凸显他能力所不能及的部分 以此呼应总是出现在生活中的无力感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那些瑕疵或观念上的部分 时方新闻记者 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